虚有的选择 最近我在探索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多少是虚有的选择 这里我们说虚有 也就是无中生有 想想我们的生活 我们常在做选择 要读书还是要赚钱 要成家还是继续深造 要服务还是要从事事业 要先学科学还是艺术 要理性还是要改性 要控制思想还是要老子思想 世界的思考方式 往往是把原本一体的东西 就在选择间 开始把它分割开来 从这里我们就不难想象 为什么今天人类 很难把宗教里的上帝教导 看作是人生追求的一部分 如果说我们是灵性的动物 而灵性代表的是 人类的心灵世界 那么 人除了过物质世界的生活 满足肉体的所需之外 我们是不是也该有灵性生活 以满足我们的心灵的所需呢 再试着想想 为什么有这么多学说 学说的提倡者的用意是什么 每个学说 似乎都有点出人性的某些心灵需求 但如果我们只偏重于某个学说 那就看不见部分的人 在不同的情况下的其他需求 偏见从何而来 不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有限经验 与认识 去认定他人的需求吗 这里引申的问题是 人们常常用自己的想法去服务时 常常会成为很尴尬的结果 因为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想法 去供应别人的所需 而往往那并不是他人确切需要的 同时 我们以为是保护他人的作为 却往往又成了他人发展的限制 与捆绑 所以偏见是什么 就是我们用切割的方式理解事情 也在自己有限的经历中 那以被切割的理解中 为自己 也为他人 做着选择 当那些意念成为他人的捆绑限制时 对自己是善意 但对他人是一种偏见 这情况 在人与人关系中 是常常可以看见的 也常常可以发现在 人制定的政策中 所以 若我们感觉到被误解 我们以为他人有企图心 或他人持着不同的意见 我们又落入两难的选择 等等 我们看不清整个事情的实在 是因为我们只看见表面现象 却不能理解人心所致 也就是我们看见有形的现象 却看不透人心灵的现象 人的生命是包含物质与心灵的 所以要看透事情 看见整个事情的实在 是要同时看见有形与无形之实相的 上帝教导 就是在帮助我们看见心灵的实相 认识隐而不见的实在 所以追求真理 我们一定要学着在每次的选择中 去学习看见原本的一体 当我们又落入我该选择这个 或那个的两难时 问问自己 我能不能把它们都看作是我生命探索的一部分 然后一一的去经历 也许经历的时间有先后 但我发现 当我们保持开放的心 不太快下定论时 最后我们会发现 每个累积的经历 都在帮助我们更完整的认识生命 我也是因此发现 孔子思想与老子思想 本不应该被分为两派的 因为孔子思想强调的是 人与人的关系 而老子思想 则是帮助人认识人 与造物主的关系 一个是属世界的 另一个是属灵的 一个是因有形的身体而有的 另一个是因心灵而有的 他们当被视为一体 所以分别新的根源 就是我们切割的思考 与探究事情的方式 说这个世界是虚幻的 也就是我们在这些切割中 以虚有的选择 在经营着自己的生命 遗憾的是 若我们未能进入心灵的探索 我们就只活在虚有的选择中 而无法看见身心灵的一体实在 活出生命的实际 追求神 与认识上帝的创造奥秘 我们必须不断去放下 虚有的选择 切割的看事情 相反的 要将每个经历收藏起来 因为每个经历 都是通往认识一体的片段 让每个认识的片段 看作是一幅完整生命认识的一部分 不断地与人学习 去收集每一个片段 如此 就能使人与人交流 成为我们成长的助力 也在这互助 磋商中 更进入真理的世界 在关系的培养中 完全 我们与人的关系 及与造物主的关系